记者政委齐台北报道,针对国道费率各种方案,交通部国道高速公路局曾与立法委员学者专家多次讨论,目前图确定国定假日即便只有一天,也会取消每日20公里免费里程,并以长途优惠价格在单一费率计算外,今年将评估周末假日比照实施,以抑制短途履次。 若实施单一费率,只要行驶超过80公里,通行费就会比较便宜,长途最多能省下36元,行驶200公里。 根据高工具统计,平常使用国道车辆中有40%是行驶20公里以内的短途履次,尤其是台北、台中、高雄都会区,每逢上下班尖峰时段都会有许多短途履次导致拥塞。 当中国道一号竹北、新竹间短短4公里路程,却有非常多级短途履次,导致该路段持长严重塞车,时速不到40公里的情况都要延续几个小时。 高工具指出,竹北交流道上国道的车流量有70%是从新竹交流道下。 这些车流量占着短路程的交通量高达30%,为一致短途车流。 今年包含明日228假日,双十国庆两个单一国定假日,将实施单一费率。 无二十公里免费里程外,高工具今年研究周末假日比照实施单一费率为小型车每公里零。 九元大型车一,十二元连结车一,三十五元无单一费率为小型车每公里一。 二元大型车一,五元连结车一,八元但有每日20公里免费里程200公里以上长途游会一单一费率价格计算。 若以国议台北新竹科学园区来看,总计费里程为六十九。 一公里彩排价法里程会稍短计算,加上ATEC预除享久折优惠后,单一费率价格为五十五元,有二十公里免费里程为五十二元。 台北台中计费里程一百五十三。 五公里单一费率通行费为一百二十三元,有二十公里免费里程为一百四十三元。 台北高雄九如建国路计费里程三百四十一。 五公里单一费率通行费为两百七十四元,有二十公里免费里程为三百零七元。